就講短線 剛剛講這個放空這麼快可以賺錢 當衝這個當意高人膽大 但是很多人說參加除全息行情 應該就想要溫溫他談 想要慢一點這個領息 那如果做價差 我們之前聊過說 我們可以超前部署 可能提前兩個月開始部署 不過今天小哥要告訴大家 他連除全息行情都來個隔日衝 除全息行情你也衝 然後這樣子的成績等看過來 半年說賺了70萬 不是半年 半個月 I'm sorry 是半個月 會不會有點太驚人了 我們這個對帳單 我這邊一頭拉苦 你自己介紹一下 這個是 我們現在講7月8日對帳單 7月8日先看上一頁 7月8日對帳單 各位看一下 這中間有個滑通 滑通我一共做了257口 什麼時候買呢 前一點買 我們玩除全息 很喜歡玩隔天 就前天買 然後隔天除息 對 立法賣掉 那這個通常你不能用 你要參與除息 就參加除息而已 就是只玩那一天 對 我們不玩那個抱著等填息 沒有 但這樣資金會沒有效率 對 我們喜歡玩一天的 那這種呢 你假如買現股的話 對 會有很大的問題 假如你的所得比較高一點 你假如這個所得比較低 你的這個負稅的 這個繳稅的急距比較低 還可以 對 100萬出頭就已經不行了 對 可是你假如是對 你假如所得稅急距到20%的話 那完全不能玩 因為你繳的稅太多了 可是這時候你可以來玩股票期貨 因為股票期貨呢 在股票期貨的世界裡 我們不是投資人 不是喔 不然我是誰 我有去錄過股票期貨的 那個祈交所的節目 我只要講到投資人 立馬卡掉 因為你根本不是投資人 你是騷賭啊 哈哈哈哈 你是交易人 對 台語叫交投 賭場交易人 這個叫交易人 投機客不是投資人 對不是投資人 你不能講你是投資人 你是交易人 那交易人呢 我們在玩股票期 那他在除息的時候 他是配權益數給你 配權益數喔 配權益數給你 就很像配砝碼給你 對 那這種砝碼你還是在裡面玩 對 所以呢 他是不用交稅的 喔 因為他是配權益數給你 他不是真的配息給你 對 他是給你權益數 對 可是這個權益數 其實結束之後你還是可以出金 OK 配權益數給你 好 那為什麼要特別做除權益隔日充 可以賺這麼快 為什麼 因為除權益的當天 我們有做統計 有做統計 有些股票除權益當天 他就比較容易上漲 那像華通這一檔呢 是因為他之前呢 他的籌碼不錯 各位啊 我們先把這一頁講完 大家看到負責不太瞭解 對我賠52萬 賠52萬 小哥你賠錢喔 沒有喔 因為華通呢 他當天 他是配了一塊半 1.5塊 那股票期貨一口呢 是2000股 2000股呢 你再乘以1.5塊 一口呢 他會配給你 3000塊的權益數 權益數 配3000塊權益數 我做257口 257口乘以3000 一共是多少 一共大概77萬 那扣掉我的虧損 就是我配的利息 扣掉我的虧損 我還有賺24萬 那這樣子就一天就賺到20 那這個剛好遇到華通大漲 只要華通平盤的話 沒賺 也沒賠 但是股票的話 股票沒有喔 股票平盤的話 你可能會賠掉 你的這個 你要繳稅嘛 因為股息是要繳稅的 你要再繳健保補充費 那這個呢 就比較沒有 不過這個 他有另外一個問題 他會有正利價差的問題 就是你要買的時候 可能比較貴 你要賣的時候比較便宜 有這種問題 好 那權益數怎麼配呢 我們來看下一頁 好 權益數這樣配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買方權益數 馬上權益數 他一口配三千塊 你看我上面有十幾口的 也有一口兩口這樣買 盤中式這樣買 看你沒筆的金的這樣算 權益數加上這樣配出來 好 這就是我的華通的配息 加起來這個還算獲利不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個最近做的 下一頁 最近做的是華邦電 華邦電 華邦電 他有配息 不過加上配息的話 我這次是賺錢的 通常我們做除息 通常你的帳面上 通常很容易是付的 因為那配息還沒算進來 可是這個是 因為股價會下來 對對對 這個是怎麼樣 他當天秒填息 所以我是賺了16萬以外 都賺到 對我還賺了82口 一口配400塊 因為他一張配2毛 所以一口配了400塊 所以加一加 你看到上面是16萬 而實際上是19萬 他是有權益數的配在裡面 所以哪些股票適合用股票期貨 來做這樣出全息的隔日 我覺得蠻適合的 股票期貨真的很好用 而且六七八九月 我專門在做股票期貨來做出全息 那這個也會遇到虧損的時候 像我聯發科就做到虧 小虧 小虧我們都賣掉 因為我們就拼的是周轉率嘛 就是今天買來隔天賣 隔天再賣 再隔天賣 聽你講好像覺得很簡單 六七八九月 隨便買就隨便賺 哪那麼容易啊 也會遇到賠疾 你挑這些股票的邏輯是什麼 好 挑股票 例如說像華通 為什麼會挑它 華通主要是因為什麼原因 我們來看一下 華通我專門在看這條線叫 主力買賣潮 那主力買超我們來看 這段時間主力是大買 那我還有去研究它的關鍵分點 關鍵分點是某分點 在這裡是大買 那剛好它是在這根小黑K的時候出席 小黑K出席 所以我在小黑K那天買 隔天呢 隔天它剛好大漲 大漲黑 那最近呢它也是秒填洗 當天就填洗 最近還一直走多頭路線 但是後面這一段我就沒賺到了 因為我又換到別檔去了 所以主要是主力 賺快錢的 對 主要是主力買超 主力買超 用這個來做就不錯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會看這個像 我們有研究它歷年來上漲的機率 OK 填洗的情況嗎 沒有填洗喔 我們只玩當天而已 只玩當天 因為填洗你可能要等一年兩年 兩個月 當天它的收盤上漲的機率 對 我們統計兩個 一個叫做當天開盤上漲的機率 那我們看華通 當天開盤上漲機率就高達83% 那當天的收盤上漲機率也是83% 所以這看起來就是當天開盤跟收盤 它上漲機率都很高 所以這種我們在前一天 就比較喜歡買 因為假如它當天上漲機率高 代表說這張股票怎麼樣 這張股票在除洗的時候 這個有些大股東 他們可能比較想 比較喜歡氣息 當天再買一些回來 所以當天這個上漲機率會比較高 就會上漲 那你其實當天就出掉了 對 大部分我們都是當天出掉 你會建議一般小資族跟著一起買嗎 用這個方法 因為接下來這個收益 做研究啊 這很適合啦 這六七八九月 小資族來玩這個 因為這個你不用花很多錢 因為股票期貨 你只要準備少少的保證金 你只要準備少少的保證金 假設股價100塊的話 你大概準備個3萬塊就可以完了 所以這個 槓桿有七八倍吧 對 大概有七倍 七倍 其實這個投資產裡面工具真的很多 所以剛剛講到包括權證 包括這股票期貨 大家可以再去參考一下 我們回頭來看這個台股 阿信 來看一下你的台股的成績單 有人說 我就是不太懂這個當成 我就是做台股穩穩的做 台股成績單跨過來 這邊平均每個月報酬率7% 一個月喔 差不多啦 上個月比較好 但是五月份的時候有突一些 大家不要覺得7%沒什麼一個月 差不多啦 五月份有突一些回去 五月份比較差 五月份那時候大跌的時候 加起來一年報酬率是八成 大概沒有到那麼多 就是還是有時候會有成績上上下下 阿信 你是七年級生嘛 對 也非常年 七年級生平均月投資收入五十萬上下 差不多 上個月有破百 上個月有破百 上個月破百 上個月破百 全鎮說 全鎮哥曉得說還剩我好多個零 沒有沒有 他比較大好不好 他後面的零好多 沒有沒有 你有什麼方式這個操作成績單 都是現股都是股票 都是股票 就是沒有什麼其他的期貨 我沒有我都是完全都是以現股為主 對 那只是說 操作過的標題應該就是 剛好有抓到東昇啊 像在六月份的時候 剛好有抓到東昇 有抓到 就這樣做比特幣比較利台 然後還有抓到 台積電很像利旺那些股票 有抓到對的股票 其實就比較容易翻倍 就比較容易往上漲 那如果 還是有很多錯的 錯的就是用 賺多的來彌補錯的嘛 所以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再次詐騎請 這邊請請 請請 再次請 請請 請請 請請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